好 接下来还要告诉大家 哇 现在呢 台湾什么都缺 缺氮 之前缺电 现在缺水 水晴又拉紧爆了耶 降雨量创30年的新低 南部的水晴拉紧爆了 目前的主要水库的蓄水量 持续的下滑当中 增稳水库呢 蓄水量更只剩21%而已了 越来越少了 如果这个夏季又来 然后又缺水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很心惊惊 未雨绸缪 台南今天水晴亮起了 减亮供水的长灯 要求工业啦 泳池啦 洗车啦 等等用水大户要扩大节水咯 好 经济部表示说 抗旱会提议 这个抗旱会议呢 提升到行政院的一个层级了 今天开始成立了 所谓中央抗旱应面中心 而且召开会议 了解未来降雨的预期 同时盘点阴影的对策 好 哇 这个不止缺水缺氮 大家都买不到蛋 买得到也是贵骚骚 买不下手的蛋 国内的代价呢 重回去年7月的历史的新高 全台又陷入了淡淡的危机啊 你看看这么多的问题 为了解决短期的需求 农委会现在寄出了 就是短期的专案进口的措施 将进口500万颗的鸡蛋 要疏解3月的蛋黄 现在已经3月1号咯 他说3月初会缓解 我们就来看看张大眼睛看 那当然农委会28号表示说 已经在上个礼拜六 透过了华航班机 从澳洲进口的首批鸡蛋 36万颗 也公布了澳洲进口鸡蛋 抵达台湾的一个照片 强调呢会持续的密切监控 产销供需动态 还有进口鸡蛋 提高国内鸡蛋库存量 跟调配的能力 以稳定国内消费需求 还有平稳淡价 好 当然呢 这回真的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五缺还变了七缺 缺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工商界对台湾的投资环境 最近信心也越来越差 经常以五缺 我们所谓的五缺是哪五缺呢 就是缺水 缺电 缺地 缺工 缺人才 他们说常常他们都是 非常的忧心 那美国商会跟欧洲商会 也年年关切缺电的问题 要求政府协助解决问题 以免被迫转向对外来投资 可是不止这些问题 迄今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决 你看看 马上又来缺个水了 好 最近缺蛋还缺药 好 缺得越来越多了 问题急速的恶化 五缺变成了七缺 甚至有人抱怨政府真的是 最缺的是德吗 缺德 在疫情严重时拿人命为赌注 炒作高端疫苗 好 口罩跟快筛事迹开出天价 这是很多民众的看法 配合了业者大赚民众钱 发国难财呀 台商出入国门又有多困难 却会去拿直航跟对岸来打口水战 不开放更多航线 方便台商进出 这些难道不是缺德吗 好 很多的网友也都在痛骂 我们继续来关心咯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在28号指控 国防部高层要求 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 业官单位 提拨基金 这个新台币7亿元 投资无人机的民间厂商 不过遭到外界质疑喊咖 之后国防部以国安为理由 准备要花500亿元来无人机 不过去回避立法院的监督 担心这个案 恐怕会沦为无人机版的高端 浪费国人的纳税钱 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交给政府的 马文君就批评了 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 是民众自主的捐款 希望能够挹助资源 提升国防的力量 国防部要发展无人机 没有经过预算审查 或是建案的流程 可能沦为了国防部的一个自己私自的小金库吗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喊了 国防部改用的是预备金来买无人机 甚至投资无人机 那当然了 这一回海军151舰队 在这个月的七八号开始将在桃园的竹尾海滩 要展开两栖部队登陆试航测试训练 海军司令部最近进步的发布了高层的空层的空域操演报告单 将在同一个时间地点来实施无人机凌空的操演 根据了解海军瑞渊无人机系统会参与这项演习 模拟观测攻击军海上登陆周波路径 还有海上破地位置 以及整整的防卫军的阵地 台东资本海岸上个月也将实施相同的操演预习 看起来感觉这个越来越紧张的状况 持续的在发生 那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 是美国泰国金眼镜蛇联合演习 二十方号在泰国展开 同时也是新冠疫情两年之后 首度的恢复原来的闺蜜 根据了官方公布资料 这次金眼镜蛇联席的演习 有三十个国家超过七千人来投入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表示说 演习将动用包含了第五代战机来参加 而范围除了传统陆海空的整合 也包含太空以及网络 同时这一次的演习将会持续到三月十号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